这个客家的鸡要做到有多嫩 就是这个骨头的位置 其实要有点泛红的血的那种感觉 就这样 先去一下 都尴尬了 伞电舞烟边 接发发 什么叫做接发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来咯 还有爸爸和妈妈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9点钟 我们急匆匆地赶到了台南高铁站 准备回苗栗国 大奏 hosted船船 12A B 台湾高铁 它这个咖啡的待遇和品质 感觉比飞机上还要高一点 关键是它的价格真的很便宜 我本来以为会100块钱或150 其实是在我的概念当中 还是比较合理的 高铁嘛对吧 比如说像平常 卖50块钱 赚不赚钱啊他们 这么小贝 你要是在7月份还是什么 全家财 那不一样高铁 两倍加的 对那指定嘛 两倍是应该的呀 人家还问你 需要奶吗 需要糖吗 小心烫哦 慢慢来不用着急 需要载具吗 载具是啥 世界没搞个空间 你当他刚给你发票了吗 高铁上买东西为什么还有发票呢 你买卖才有点发票 这个城市纳税的好企业 我们到苗栗了 一下车感觉就是有点凉 然后湿气特别重 体感可以完全感觉到的湿气重 阴乎乎乎的 没错这就是苗栗真的 哎呀 风还大 这地方 苗栗这地方绝了 我跟你们讲 大概扫一下啊 扫一下挺美的是吧 哎呀我们要去赶去监车了 快来不及了 用跑的 这要是中间扣余的时间多 还能上一下高铁站的厕所 高铁站厕所看起来挺好上的 好了 我们到了丰富车站 我们这次算什么行程呢 上山下乡行程 母亲节 台湾乡下行程 乡下两日游 先两日游 带大家逛一逛台湾的农村 我是那个铜锣香最亮的牛 哈哈哈哈 村花 都尴尬了好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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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厉害吧 厉害 厉害 这丰富这一站也弄得挺好看的啊 你叫他超过黄线吗 对不起对不起 我做错了 我是一个反面教材 我们悠悠说了 那个超过黄线违法的啊 不能超过黄线 危险 对吧 对吧 对 对 对 是不是很幼稚 你再来 散电状 电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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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做戒发发 我们刚从高铁下来转区间 发现区间车的空调给的是最大的 对 为什么呢 高铁都没这么大 为什么呢 溜ono 知道吗 驱见车老凉爽 我们这种高级的 对 一般越高级的地方温度都比较低 比如说我们东北 我们是天然高级 这叫啥水稻 水稻绿了 这时候的乡下最美 好美啊 我们现在到达了这个 苗栗现在是县还是 县城 县完了之后是县吗 县完了之后是村了 村完了之后是对 对 020 你们那边是大队 对 其他队其他队 我们要到了 你南语的同楼怎么说 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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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这个是混的客家话给我们讲 哦 哈哈哈 同楼当楼 当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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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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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这个花花 这是什么花花 不行啊 摘花是不礼貌的行为 哈哈哈 那我想吃一个 嗯 好的 哈哈哈 你看花在树上多好看呀 你摘了别人就看不到了 哈哈哈 你可以捡那个落花 是 哈哈 哈喽哈喽哈喽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回佛家 哈哈哈 对 我同楼 我的相亲们 好久不见 相亲们 为啥我每次回来都很喜欢这一户 你还有奶妈呢 哎呀你啥身份啊 你还有奶妈 我们刚刚在等车的时候 一位朋友在车上 哟哟哟来了 就大家在和我们打招呼的时候 一样要注意安全啊 我们这次回到乡下呢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 来给我婆婆过母亲节 刚才呢进到家门 给了婆婆大红包 然后呢寒暄了一下 现在呢优爸就出来带我婆婆吃 她喜欢吃的 您好 好可爱哦 请婆婆出来吃饭 因为她平常吃的饭吧 怎么说呢 就是 有的吃这样吧 也没有太 我刚刚看了一眼厨房 没啥东西 那我们就难得回来 带婆婆吃点好的 我婆婆喜欢吃姜丝大肠 还喜欢吃鹅肉 鸭肉 鸭肉 鸡肉是最喜欢的 那么现在就在这个乡里 找家餐厅先 其实平常我婆婆也不怎么出门的 不想出门 我回来了 嘿 嘿嘿 好久不见 然后呢每次都是优爸回来 推着我婆婆出来 我婆婆才愿意出来兜一圈 就是这个儿子一直都是很让我婆婆 骄傲的那个儿子 所以婆婆很喜欢带着优爸六大街 就是招摇过世一圈 这个椅子太可爱了 咱就是你小的时候 在上海没找到这样的 要找到这样的 妈妈就给你买个这样的了 这个招铁盘 四分之一只 这样的 币也要吃币也要吃币也要 可以 肯定对位 可以啊 可以啊 像你啊 和你长得好像 真的最像奶奶了 像这一家呢 是我们铜锣香 比如说什么 大的宴请 婚宴 会选择的 还有另外一家很大的 就是我和优爸举行婚礼的那一家 乡村 大餐 乡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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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一个蛮重要的回忆 优爸有一个朋友就是 就是他们过年 除夕夜 一般都是在大餐厅吃 这台湾其实真的有蛮多家庭 选择除夕订餐厅不在家吃 嗯 嗯 这也是我来到台湾之后才知道 但我们 东北啊 东北 不讲究除夕出去吃 都是在家做 嗯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对于生活的那种 想法不同 想法不同而已 对 这个就是杭菊茶 而且它是冰的杭菊茶 妈妈喝不了冰的 对 不舒服 嗯 那大点温水 嗯 它这个杭菊茶里面还加了冰糖的感觉 嗯 它这个杭菊茶里面还加了冰糖的感觉 嗯 它是温水 嗯 全世界 都不会喝不坏 就就 就 那不一样 那指定它 他们就是有这种习惯人说 那能一样吗 那西方人和咱们 华人能一样吗 日本人也很变 那不一样 那日本和中国能一样吗 那指定有他们的理由 绝类 绝类 绝类是吧 对 再三次呢 芝麻酱 美乃滋柴鱼片 对 三吃 三吃前菜 这凉菜 美乃滋 芝麻 柴鱼 美乃滋是哪个地方发明 日本 美乃滋也是日本 那这个就是很日本的凉菜了呀 因为它的料都是日本的 对 又是柴鱼又是芝麻 对啊 好日本哦 天哪 我们的鸡来了 这是妈妈最喜欢吃的 你看这个皮就是肉 一定要油 一定要油 一定要大 然后这个 所以这个 配这种金橘有没有 对对对 可以解腻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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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也是从小吃菊菜 嗯 我到西安去他们靠山的也会吃这种菊 嗯 就很嫩 嗯 嗯 嫩吧 这个菊菜味道好浓啊 嗯 好有菜味 哈哈哈 嗯 香下的青菜是真的不一样 对 很好吃 那你如果不吃呢 这鸡呀 可以吃 嗯 嗯 好吃 我来菜来尝一下这个美乃滋的 也不错 柴鱼的尝一下 酸的啊 哦 就是加有点海鲜的味道 嗯 蘸上菜去 这个很不错 哇 这个很客家啊这个汤 对 很难找到 我觉得这个除了客家应该很很难找到这个菜汤 对 客家人真的很喜欢吃螺 嗯 而且要是那个干萝卜 萝卜干之类的 对 但是为什么呢 其实台湾的气候这么好 不吃新鲜蔬菜呀 为什么客家这么喜欢吃这种 就是那种腌菜包括干类的 对 不知道该不该说 但是这个萝卜干之类的制品 很东北 哈哈哈 特别是我们东北的秋天 嗯 你只要出门 基本上 地上都是晒干的萝卜干 哎 但是我们都是自家晒 嗯 然后冬天 就做汤 炒肉 下面 这样吃 嗯 看一下味道有没有有量 如果有就证明东北是特价的 哈哈哈哈 哈哈 优瓦 酸民 哈哈哈 优瓦绝对是酸民 极端思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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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好吃吗 这个肠好肥呀 哦 这是肥肠 嗯 它这还有这什么 萝卜吗 笋丝 哦 现在刚好是出那个 笋的时候 春笋 笋肥肠 嗯 嗯 这鲤子不舒服还是感觉 哦 怎么这么软嫩呢 是不是 丝毫不废这个咀嚼肌 而且没臭味 很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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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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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爸刚才问了 这个蘸料是酱油加上九层的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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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就我蘸多有点鲜 鸡皮有点肥 哈哈 一定要啊 一定要肥啊 而且哎呀我这正面给你们拍一下啊 你们看到了吗 这个客家的鸡呢 要做到有多嫩 就是这个骨头的位置 其实要有点泛红的 血的那种感觉 才是真的恰到好处 不然就老了 嗯 就第一次被这个客家鸡肉震撼到 就是我刚嫁给尤巴的那年春季 让我终身难忘的回忆 就这个金橘酱 它只有客家人这么吃吗 嗯 金橘 对 这个金橘酱很浓 然后我觉得是很偏酸的 很解腻 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尝试金橘酱 之前我都是拒绝的 太解腻了 这个 对不对 嗯 这个也是 很神奇的一个味觉 我还是蘸九層糖 太神奇了 我得慢慢消化 萝卜前汤 然后里面加了一点小鱼干 还有一些三层肉 我没有加进来 就是我爬肉 对 它萝卜肝很薄 这是东北萝卜肝 回来一下 我觉得它应该是加了小鱼干 嗯 就变得有点鲜鲜的 对 有点海味 但是东北的萝卜肝吃起来 就是萝卜的味道更浓一些 对 然后萝卜肝特有的那个萝卜肝的味道 你们懂吗 就是那个 嗯 太阳的味道 对 这个汤很浓 嗯 嗯 和够味 嗯 我们出来了 一共花销1790元 其实乡下的消费真的很高 特别是铜锣 我不知道 南部乡下我估计没有这么高吧 南部其实物价蛮 就CP值蛮高的 就是铜锣这边真的是菜价也高 就平常的消费就很高 铜锣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苗栗锅 但是总体来说东西真的是很好吃 我还蛮吃的习惯客家菜 还不错 比较合东北人的口味 还一点点可以吃出来那种家乡的感觉 嗯 要拉玻璃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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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 现在我们的生活真的是离不开口罩 对 不戴口罩就跟没戴胸罩似的 后门没有安全感 你看最早 最早开始 台湾有疫情的时候 咱们是在这个乡下生活 在通过 最早的时候乡下没有戴口罩的 对 到现在你看我们回来了 没有一个人不戴口罩的 对 我们现在在一楼的客厅休息 然后刚才上去上了个厕所 发现就是 有一个人不在家 应该是提前得到了口信 得到了我婆婆的口信 直到我们要回来 这也是我们赶出铜锣的这个家 之后每次回来都会有的一种情形 他心虚 就说谎的人吧 就真的是这样 千万别说谎 就哪怕你跟整个铜锣箱的人说谎 有两次看到了不敢正眼看我们 跟那个犯错误的小朋友一样 就 得了吧 反正这话都说到这儿了 铜锣箱的乡亲们 长长脑子的都知道 为啥 我们今天回到这个铜锣箱 我们今天回到这个铜锣箱 车站就 检票工作人员就认出我们来了 说呦呦呦呦呦呦呦来了 然后我们回到我婆婆家的马路对面 等那个车流的时候 有一个乡亲也认出来我们了 直接在马路上车里面就吼我 吓一跳 热情的打招呼 大家铜锣箱的乡亲们 认识我们的越来越多了 所以这事呢 有必要是时候就抖出来抖一抖 是时候就抖一抖 那我被欺负了我还不能说吗 对啊 是不是啊 那我们受害者 我们还不能说吗 对啊 那么坏人成霸王吗 对啊 这世界啥时候变成黑白颠倒了呢 对 坏人就站在主力方的呢 嗯 我就不信 我不相信台湾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铜锣人也没那么笨 就铜锣乡亲们 我们思考一下 对啊 这是那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有三百三十天 在一千公里外的人 有机会偷爸爸的钱 还是每天就住在爸爸旁边的人 有机会偷爸爸的钱 就我们我们家优霸都把那个 出入境管理局都调查了 对啊 人家不信啊 说啥啊 看不懂 还复杂 他还声称乡亲们都不信 对啊 就 铜锣乡的乡亲们 铜锣乡的乡亲们 连出入境管理局你们都不信吗 对啊 是吧 那他觉得 他只要一说 铜锣的乡亲们就信 对啊 我在想说铜锣乡的乡亲们 不会这么傻吧 太完蛋了 有的人说谎话 有的人说谎话是跟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但总有一天啊 他说这些谎话的人 会聚起来 你们会发现他跟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 对对不上 对不上 等到那一天他就BBQ了 BBQ BBQ 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 点击加入 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 可以选择悠悠粉 悠爱粉 或是悠福粉 选择好之后呢 点击蓝色加入键 这时候就会出现副款页面 贴写信用卡的安全码 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 点击右下角结账 完成 这时候出现页面 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 直播室等你哦 我是悠妈 我是悠悠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对 还有电热门哦